不过我们讲到台中的太阳饼 到过台中的民洞都知道 其实有一条街大家都叫它太阳街 因为满街呢全部都在卖太阳饼 而且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只是这上百家店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实际就去了解一下 其实有八成呢是师臣同一家的 但是这口味各自都有改良过 带您一块来瞧瞧 好吃好吃真的好好吃 不管是切过还是一整个太阳饼 大口咬下露出满足笑容 我觉得这边感觉口感会比较浓郁 然后会比较酥一点 说到台中就不能忘记太阳饼 老店大排长龙 嘴里吃的手上拿的都是太阳饼 不过满街都是饼店 太阳两字高高挂 民众看得难免不沙沙 讲到太阳饼就想你 跟着人来啦都来这家这样 口到半家的香酥饼皮 一个一个装进袋子里 台中市上百家太阳饼店 从林家分支到现在有名的 阿明市老店为清牌 还有曾经歇业 再重新开业的原名 打着试诚牌 实习血清和创新路线 但真正注册成功的 却是来自云林的雷家三兄弟 和太阳堂一点关系都没有 口味差在哪里 老店包麦芽糖 走的是传统路线 经过改良 后来店家重饼皮 香酥和软嫩的内馅 才端收购的新店家 则推出了爱心造型 和不同口味的太阳饼 年轻人他来的话 他会觉得这个是 跟他以前小时候吃的不一样 他会比较愿意去接受 轻轻扒开软嫩曼芽 香农饼皮是许多人 对台中的记忆 小饼生意越做越大 口味越来越多元 满街太阳饼 怎么买怎么选 其实各有爱好者 追寻联员斌李兹贤 台中报道 对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台中文字幕志愿者